论坛教育论坛里面的话每一次上课我会把影片传上去 所以如果假设你有加进来的话理论上应该会收到第三次吧 现在已经今天第四次上课了 所以上个礼拜的重点大家来回复一下 所以每一次上课基本上我都会把这个前一次上课会重点回顾一下 那如果假设你上个礼拜的部分假设不是那么清楚 那我建议各位回去就是把那个部分再稍微复习一下 那其中的话当然我们写了几个VBA程式 不过这个即便是写其实应该是录制 那录制的部分比如说像那个蓝的部分 比如说Covins物线 那当然你不会没关系你用录的 所以我们前面有录过那个插入蓝跟删除蓝 那当然你会发现这个录制聚集 它其实是录制你的滑鼠跟键盘的动作 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自己写的话是可以精简很多 所以我前面有讲到就是哪一些是靠录的 录的话就是很多行 可是如果你精简之后 可能剩下的程式甚至一半都不到 有没有像之前那个插入蓝好像我们是 它是什么 哪一个column先select先选取 然后再insert 可是实际上不用了 直接就拿一个蓝column点insert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插入蓝 那删除蓝的话就columnins后面加一个点delete就好了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会写的话 你就不一定要录啦 但是假的说你不太会写啦 其实我觉得录制聚集是一个过度期 那现在的话因为还有那个chargeGPT啦 所以如果假设你有些程式不会写 甚至你可以在那个chargeGPT上面 可以把你的问题提出来 那请他帮你写 你想要问问题问的是他听得懂看得懂的话 理论上他应该会给你蛮正确的程式 因为我试过chargeGPT上面给的程式 多半其实还蛮好用的 有的时候我自己写完 我自己再参考一下chargeGPT 我发现其实还可以学到一些 这个一些技巧 因为两边可以互相参照一下 那只是说那个chargeGPT最近好像那个新闻还蛮多的 就是他们chargeGPT的那个老板 居然被他的董事会给开除掉了 又把他顾回来了 又顾回 结果呢 开除掉之后呢 他马上跑到微软 然后微软呢 后来好像连他们总监也过去了 然后后来就是什么隔天 好像他们所有的员工 反正是70说要连署 要把那个董事会全部的人都开除 因为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把老板给fire掉 结果好像今天又有新剧情 比连续剧还要更精彩 结果又把他们顾回来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不过其实啦 因为这个chargeGPT其实是非常赚钱的公司嘛 对喔 那他们现在因为GPT现在免费的版本是3.5 然后要付费的是4啦 可是未来他们还要发展5啊 发展6啦 所以其实以后如果假设老板都 这个最早的那个主要的不见的话 那以后怎么发展下去 这个剧情好像之前也曾经上演过类似的剧情 就是像那个贾博斯 有没有 那个贾博斯那个创apple嘛 可是后来董事会也是把那个贾博斯给开除掉了 没有没有他没有 结果贾博斯他就被file掉了 就出去了 没有再回来 就没有再回来了 结果他自己在外面创别的公司 然后最后把apple给买下来 就是他他就是在外面又创了一个公司 好像皮克斯吧是不是 有没有那个动画 有没有那个台灯跳来跳去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贾博斯后来又创了 然后在外面又发展很好 刚好那时候apple整个就是荡下来 因为整个因为可能没有贾博斯吧 然后整个不行之后呢 他后来又把它收购回去了 所以这个感觉好像那个蛮妙的 那种科技也好顺习万变 然后那这个技术的话 当然我是觉得是非常好的技术 等于有些程式不会写 你们可以想办法辅助 就是以前学程式没有这么多辅助的方法 那现在的话呢比如说你要学VBA 其实第一个你可以用录制的 不会写没关系 第二个的话呢你可以用CHARGPT 不过这个就要花时间了 我是觉得这个有些动作 可能还是需要去实作看看 至于那个CHARGPT也蛮简单的啦 就是你可以在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有些程式不会写 我们其实怎么问 他还会告诉你 其实还蛮多这个程式呢 都是GPT上面产生的 我们拿来用就好了 OK 所以上个礼拜的话呢 就是录制那个樞纽表 所以我们好像后来产生了一个这个啦 就是住宅这个有没有 然后把它产生这个表跟这个图 是用录制的 然后最后的话呢 我们把两个整合在一起 所以会有那个历年切到折线图 跟各区比例图这个嘛 有没有这些都是录制的 所以如果假设 我们我希望把这些在 比如各区比例图 假设现在没有嘛 那我要把它run出来的话 当然我们上个礼拜写的 就是最后把那个 这个是樞纽表底线区嘛 然后底线 樞纽图底线区 把两个整合在一起 不过我们后面好像有写了一个防呆 就是要确定说 那个各区比例图 这个工作表是不是有存在 因为如果假设你存在的话 它一定会有这个错误讯息 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增加一模一样的那个工作名称 所以需要先知道 当然我这边把它执行一下 run一下 有没有 这边就有个各区比例图嘛 所以他会先做这一块 这个叫枢纽表 然后再枢纽图 有没有 那当然你run一次之后 如果下一次还要再run的话 如果之前假如没有写防呆 这一段防呆的话 那一定会有bug 可是我们现在有防呆的话 那如果现在要假设执行的话 应该是没什么事吧 有没有 按下去 没有错误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地方你可以按F8了 F8了 他会一个一个检查 这个名称 第一个名称 有没有 I假设是1的话 是不是各区比例 显然这个不是嘛 这个应该是历年轎 所以这个不是 那下一个是不是 所以跳过 第一个不是嘛 那第二个的话 I等于2的时候 是不是 应该是啦 所以他会怎么样 是的话就跳到这一行 所以最关键就这一行 它可以直接就跳离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希望城市不要继续往下跑的话 而是直接跳到那个 End Sub这个地方 那么跳出去的话 那其实只要加这一行 叫Edit Sub Edit Sub就跳到End Sub的外面 所以你慢慢执行 就结束了 那这个是一个防呆机制 为了避免说你城市 假如说你执行 它就挂掉的话 那可以一定要加这个 如果没加的话 那城市一定会乱掉了 OK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的一个重点 那今天我们再来看 其他的题目好了 所以 待会的话请各位帮我看一下 云端白板上面 那云端白板上面的话 我们上一次是这一个 就是01 就是台北市的住宅窃道 那请各位帮我开启 下一个第二个 第二个题 第二个这个讲议 然后打开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今天我想换一个题目 什么题目呢 各位可以看到 汇率应该 大家应该 应该多或多或少 都有买外汇 或者是出国的经验 那你一定会遇到 就是你要换汇的问题 像最近 这个美元的 如果你有买美元 你就应该会知道 哇 这个 等于两天就整个暴跌 这个美元直接扁 扁的大概快一块一块吧 这32.6吧 直接就暴跌到31.4 简直一天好像 如果假设买了100万的台币 一天大概就就掉了多少 掉了 它应该到 3%吧 哇 一天又掉了3万块了 所以真的惊心动魄 还好今天又涨回来 OK 因为我就 其实我就是之前那个 30 大概不是30 我大概28了 所以我买 而且我那时候买的 还蛮多的 所以我 那时候感觉 每天都感觉 我今天一天就赚好多钱了 感觉好像 那因为那个会议一直往上嘛 你的2829 30 31 32 然后一直在想说 会不会33 一直在幻想 后来发现原来 蛤 没有啦 因为那个利息很高嘛 因为现在快4% 我想说继续放着定存吧 那算一下 如果定存的利息 有大概接近4%嘛 那我算一下 如果说要跌 大概跌个一块还可以吧 不过再跌 我可能就先把它 把它把它卖掉了 不然的话 就等于 只要低于28块 我应该不会赔钱啦 OK 所以其实到底还好啦 因为汇率本来就是波动的 那因为我们 不是靠这个赚钱的啦 我们也不是去杠杆 不是去借钱买 所以其实倒也无所谓 OK 至少我看到那个 美元的利息 接近快4% 你又觉得放台币感觉 台币定存 感觉好像 这完全是没有利息可言 那只是说你要换会 可是你要什么时间点换是最OK的 那当然你需要做一点功课啦 不然的话 如果你假设没做功课的话 那这样而然 你就很容易买到那个比较贵的价钱了 而且最近好像日币真的已经跌到 不过最近好像有点反弹的迹象 因为它对美元好像慢慢有有有有有那个 所以 对所以假设我们今天有个需求 我们只是希望从那个政府的开放平台上面 它有一个资料 就是它公布一些 每日的外币的汇率 假设这个资料 里面其实有10个栏位 好像美元对新台币 美元对的民币 一直到好像美元对纽币吧 这些比较常常用的这些汇率 那第一个啦 那如果我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资料直接爬 爬资料 直接爬到e sale 的画 然后呢 我希望做一些画图 比如说我最好是 因为你说高高低低 如果你直接看这个数字的话 你会看不知道说到底它的高 所以你们可以先把这个CSV先下载 下载之后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资料 这个把它打开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是从A到K栏吧 我把它先自动调查栏宽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资料 好像是从10月2号 10月2号开始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月份吧 10月份 1号可能是假日吧 我再猜 然后呢 它给的资料好像给两个月份 所以是10月跟11月 那这个好像是21月昨天的 有没有 31.4 所以 哇 这样有点像 有没有 跌32.2 最高好像到32.4 所以你看 高跟低好像相差就是一块了 一块等于就是接近快3%了 对 哇 一天三 不是一天啊 几天 一两个礼拜就3% 这感觉这变动也太大了一点吧 OK 那如果假设我们今天看这个数字 其实是有帮助 可是问题 如果假设你每天都自己下载 然后手动下载的话 其实蛮浪费时间的 所以我希望说如果我要用程式的方式去爬资料 直接我只要知道一个网址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资料直接就当到我的Excel 那应该怎么写 所以首先的话呢 当然旁边CSV有一个叫检视资料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个连结 这边有一个编码 所以这两个讯息有的话 接下来其实你是可以用一个物件 叫做Creditable Creditable好像之前我们好像有用过 你就可以把它抓下来了 这边我是提供给各位一个范本 所以待会请各位做第一件事情 先开启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二个单元 OK 就01下面的这一个 那用那个CSV就是有CSV资料把它汇进来 那第二个的话呢 你们试试看就是说呢 底下这边有一个方法 这边就是叫第二页吧 范本如下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的话 其实有两个东西填上去就可以了 第一个就是说呢 在那个Test分号后面 加上那个什么 加上那个我们对下载CSV 刚刚有一个下载网址 第二的话这个叫做Pathform 这个是编码方式 那如果是Big 5的话 还记得吧 950 对950 所以这边可能要填上950 这样的话呢 资料就下来了 所以待会第一个动作 先把这边这一段 Ctrl C 第二个的话 请你在Excel 开一个新的 就是开一个空白的 新增一个空白的活跃部 全新的 那再来直接把刚刚那段程式呢 贴到Visual Basic里面 我把刚刚那个这个关掉好了 这样不要不会干扰 这个把它关一下 然后呢 你就在Visual Basic里面 打开之后里面应该没有写程式地方 记得以后写程式一定要写在模组里面 所以如果假设 你这边完全没有模组 请你直接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并且把程式贴在模组里面 所以特别是以后 反正只要给你程式 你就直接贴到这个模组里面 那第一个的话 也许可以在Pattern Phone后面加上950 因为它是Big 5 第二个的话 请你把刚刚的网址贴到这个Test分号的后面 记得哦 双米号的前面 不要贴错 贴错 这个一定会有bug了 所以我们就找到这边 把这个网址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刚刚的这个位置 贴上 这样就OK了 好 理论上应该就完成了 所以呢 这个950 第二个是这个网址 可能你要检查一下 我们要贴错了 如果你假设红字 你可以看一下 不然就感受自己重贴一下 可能贴上 有一种情况是前面可能会有空白 有空白不行 OK 反正你们检查 确定OK之后的话 接下来很简单 就是让他一下 执行嘛 你会发现 如果你后面看到的 假如是 这个汇率资料 就全部下载下来的话 那恭喜你 你就完成第一阶段了 OK 但是呢 你会发现 如果假设 我们下载完之后 虽然这个资料 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可是你会发现 如果你光看这个数字 说真的 你看数字 倒不如画个图 给人家看 好像还比较清楚 所以如果假设我希望 第二个动作是希望把这些数字 用视觉画 也就是画个折线图 因为这折线图应该是蛮适合的 因为它的横轴是日期 纵轴是汇率 有没有 那这样画个图 一目了然嘛 就像说我们在云端上面看到这个 底下其实我们就是要画 画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图 底下这边就有画这个图了 就是美元的折线图 OK 高高低低的嘛 但是你要画的方式怎么画 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 把A1选到 然后再选到B36 按需的键 然后再插入这边不是有个折线图吗 就这个嘛 OK 不就是有一个折线 我习惯是含有资料标记 因为没有点的话 看起来其实不明显 OK 但是你会发现 画出来的结果好像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有没有发现 我点了这个 你会点这个图之后 这个应该是这个 折线图 那理论上我们看到应该是 日期是横轴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汇率是纵轴 但是画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 看得出来错误在哪里吗 日期吗 对 汇率吗 你说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啊 其实一个很严重 而且很明显的问题 哪个地方看得出来吗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们发现日期的地方 对 可是不对 对 对没错 特别注意哦 你人的眼睛看得懂 但不见得以色尔看得懂 以色尔如果是日期的话 一定怎么样 中间一定会加斜线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让它正确的话 几个方法 就是要不怎么样 你在这边插入一栏 然后把它修正一下 那怎么修正 其实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把它当文字看待 文字的话就是年是什么 2023 所以你把年前四个字抓出来 中间是月 右边是那个什么 日吧 年月日抓出来 中间只要加斜线 所以你只要把资料抓出来 然后串两个斜线在中间 它就会认为这个是日期了 这个方法一哦 方法二的话呢 就是用日期的方式 日期的话 这边有个日期 有没有 这边有个函数叫Date Date的话就是帮我格式化成标准的日期格式的一个函数 所以如果你要比较精确啦 应该用Date啦 两个其实都可以 所以我做一下 所以啊 Date 然后你按确定 它会跟你要三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 请你给我年 所以年的话怎么办 前 前 Ear嘛 对啊 可是问题你用Ear 你现在是数字 它一定抓不到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用Labs啦 有没有 Labs 所以你要Labs 所以这边 我是自习惯 是自己打 你就用Labs Labs 然后前 就是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四个字 有没有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Mid 中间嘛 因为它月的话应该是在E0嘛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A2里面的第几个字呢 第五个字 取两个字 OK 有没有 Mid 最后Date的话呢 当然用Right 才会比较快 RIGHT Right呢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 两个字 右边嘛 算过来两个 那刚好就是日的部分 所以格式化之后的结果呢 当你现在看到是45201嘛 那这个当然我前面讲过 就是说呢 它是跟1900年的1月1号相比较 相差这么多天 4万多天 可是呢 因为你经过Date的格式之后哦 那Ear是还蛮不错的 它会知道说你是日期哦 所以它看到这个之后 会自动帮你格式化 所以你会发现得到的 诶 它怎么会变成格 因为哦 其实这个还是Ear 蛮贴心的地方 它其实是本来应该是显示成什么 显示成这样子 那它因为侦测到 哦 你是用Date函数哦 所以理论上应该Date函数之后 得到的应该就是日期 所以它就很贴心的帮你加了这个动作 有没有 但不过有的时候多加 好像反而会出错啦 不过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对的 好 格式化 所以你把它怎么样 上下填满之后哦 再把这个资料呢 贴到这边来 所以你可以复制之后哦 那贴的话记得用什么 选择性贴上 你不能直接贴 因为如果你直接贴的话 它会 如果你直接贴它会变REF啦 为什么 因为你是参考它得到的嘛 所以如果假设你盖掉 它当然一定是错 所以怎么办 贴上值 但你贴上值之后啊 这一栏就可以删掉了 那你说老师不对啊 这个还是格式 所以啊 它贴是值 也就是原来的数值 所以怎么办呢 你再把它改回来 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 就是日期啦 OK 所以这边改一下日期 好 那你改完之后哦 这个还是没变 那没关系 那我们一样哦 如果假设改完之后哦 再插入一个图之后哦 你会发现哦 一样的范围选起来 插入 因为这个时候是标准日期嘛 所以我们现在试一下 这个时候呢 再插入还有资料标记折线图 就正确了 为什么 因为它终于看懂了哦 原来你的这个A栏 它是一个日期啦 所以它现在 就会抓到是正确的资料了 哎 看得出来吧哦 所以这两个月哦 哎真的 这边还算蛮平缓的 突然间 一下跳下 哇 心脏快跳出来 想说 这两天就跌了 跌了一块钱了 这感觉好像 这蛮恐怖的 还好今天有回涨一点点 今天好像又回来一点点 这种是不是运动定层了吗 没关系可以解约啊 解约还八折还没差 对哦 主要是说随时可以跑嘛 对哦 至少你 比那个没有活存来的好太多啦 OK哦 好这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哦 所以刚刚的话第一个啦 先爬虫哦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思考一下 如何画这个折线图哦 那因为有十个汇率 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画十个图哦 那你说画十个图 那人工来画 那不是画很花 对 所以一定要用什么 用程式来画啊 所以待会我们希望哦 所有的事情最后都不用做任何事 你只要按按钮 你就自动把汇率抓下来 按按钮自动把图全部画完 按个按钮自动把图又把它删掉了 又恢复成原状 OK哦 而且甚至哦 我们可以画很多类型 比如说你可以画 不是只有横的 你可以画很多 可以横向摆好几个都没关系啦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那个 Power BI里面的那个Dashboard 那可是Dashboard那个部分哦 它是比较自私化的 而且它不能写程式 不能客制化 但是Excel的好处是可以客制化 但是缺点是要写程式 试试看哦